你活在这里 你先在这里 看到没有 还要带一点水 上学 小学 快点 你自己快一点 不要迟到了 第一天上学 一天加油 不要迟到了 这听老实话 走了 大好啊 大好 开心吗 开心呀 今天是他第一天上学 给他办了在校吃午餐的放卡 好了 现在我们去上学啦 大师不能开室了 买包子去 现在给他 怎么那里还有一个纸巾啊 要注意卫生 又不然我一个扣子啊 所以晚上你要早点睡觉 早点晚上一直在床上滚来滚去 又不睡着去 你看今天精神就不好 等一下上课会打磕睡 没有精神 注意力不集中 你是一年级的小朋友 最棒的 这是学校的 有奶黄包吗 帮我拿两个 帮我拿两个 拿着 拿着 牛奶 我们还有十分钟了 教室不能吃东西 快点进教室 老师都要等你了 快点 进教室 快点 把牛奶给我拿 牛奶 喝完了 随便找个位置 终于把全场安排好了 我感觉老房比我还紧张呢 打了两个电话 什么表现 现在去店里 跟他一起分享吧 都不知道要疯到什么时候了 小孩都上学了 你也该高兴了呀 你别那么累了 不正常吗 不正常吗 不正常 一点都不正常 焦虑 我不知道今天我要怎么 安排我的时间 还有我的生活了 还不是跟平时一样 就是多一个接送啊 圣其自然 知道吗 那你就 别拍视频了 不要剪视频 什么 休息 拍视频 能拍就拍 不能拍就休息 知道吗 以小孩子的学业为重 那我还有很多别的事啊 你还有什么事吗 什么家务啊 然后店里面的很多那些 家务 不知道是不是他今天 第一天上学 我就这样 明天收拾就好一点 应该吧 很多事情经历了就好 好了 不要想那么多了 看你立马就笑起来了 不是因为这个 当心也没用 知道吗 圣其自然 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是什么事啊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